国道上车子开到一半 碾过东西了 驾驶发出惊呼 画面放慢仔细看 当是辆大型车轮胎皮掉落 往外飞出来掉在路中央 后方车反应不及 高速撞击 车身震动摇晃 驾驶警觉不对劲 减速把车停在路间 一停车才知道遭殃的不止它 前前后后超过十辆车 都是因为这块轮胎皮 差点发生车祸 一块轮胎皮竟然能把车撞成这样 车主拍下照片 简直不敢相信 因为雾灯侧板 水箱架保险感 全都被轮胎皮撞坏 算一算光是修车费 就要四万五千多元 最惨的是到现在还找不到 这块轮胎皮究竟是谁掉的 事发地点在四月五号晚间十点多 国以北上三二三公里处 受害车主报警后 机房已经透过监用系统 追查肇事车 车主书以检查 在国道上掉落散落物 依法可罚三千到六千元的罚还 接下来我赵宏佩如 谈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